以前我在訪問當中 你也提過你很困難地說 甚至受傷 你怎麼去面對這些 你的個人心理的藝術 怎麼可以超越這些 我身邊的人都很優秀 我的朋友 我的老師 我的教練 大家都很好 我的隊友 我的對手 大家都很不敬 每個人都要克服很多困難 所以我不覺得我有什麼特別 或者配得起自己拿冠軍 除了要自己更努力地見 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一點 追求自己的進步 希望能做到令自己滿意 令大家團隊滿意 能報答大家 就是我最大的動力 江宜慧她在很多訪問都說過 過去幾年她受傷很多 所以她自己也做過很多的手術 才可以復原 服務院很快她就要上這個比賽 那所以她的這個精神 對很多年輕人是一個很好的鼓勵 那現在她選擇 從這個全職的運動員方面推下來 公開地說 她希望把馬會給她的金牌的獎金 將來成立一個 成立一個儲商的基金 可以幫助香港的小朋友 參加體育的訓練 特別是基建方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全城的精神 也是非常好 也不僅於是為了自己的光榮而已 而是把這個體育的精神 一代一代地存下去 自己做出身體力型的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敬佩的 很開心 謝謝